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级为奶爸的萨贝宁 在综艺节目《你好生活》里 罕见地分享自己的私生活 她说 双胞胎孩子出生后 她发的第一条微信是给自己的母亲 你的两个小孙子出生了 但是 再也没有了回复 蔡明不解地问她 为什么呢 这一问才知道 原来她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现在想接到妈妈的信息 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去年年底 一对双胞胎出生 萨贝宁第一时间把出为人妇的喜悦 发给了母亲 只是 再也等不到母亲的回复 萨贝宁说 妈妈去世后 我翻开自己和她的聊天记录 才意识到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在同事 朋友和人际交往中 和母亲的聊天记录 仅有寥寥数语 连一条语音都没有 2013年 萨贝宁的母亲突发脑衣血去世 母亲的离世 成了萨贝宁一生的痛和遗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母亲去世后 萨贝宁曾多次在节目中追忆母亲 一度哽咽 她说 母亲走了以后很久 我经常在梦里就会梦到她 然后我在梦里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障碍跟她说话 回忆起母亲去世那天晚上 她突然发现 一直以来 她都做错了一件事 我一直以为 让我妈妈以我为傲 是送给她最大的礼物 可是后来才发现 我最大礼物还没来得及给 那就是她还在我身边的时候 多和她待一待 失去母亲后 她才开始明白 亲情耽误不起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再也没有办法弥补 还记得那首曾经 传遍大街小巷的歌曲 唱回家看看吗 歌词中写道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 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容易 就图个团团圆圆 一辈子总操心 就问个平平安安 父母不需要孩子光耀明媚 常回家看看 别让他们苦苦等候我们回家 现在 萨贝宁也越来越珍惜 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从妻子李白 怀孕到生产 她退掉了很多工作 陪妻子到温哥华居住 也接父亲到当地一起生活 让父亲在自己身边 无论是知名主持人 还是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似乎和自己的父母 渐行渐远 一天天的疏离 靠近却没那么简单 只是 所有的来日方长 抵不过世事无常 所有的相聚 注定有分离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路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人生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尚未学会和解 就面对永久的告别 人生苦短 唯有珍惜眼前人 才能在将来少一些愧疚 一 多陪陪父母 在忘不了餐厅中 黄渤曾经谈起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 一度哽咽 他和舒奇 聊起父亲生病的事情 最开始只觉得父亲记忆力没那么好 有点不对劲 但是有一天 黄渤回到家 父亲客气地请他喝茶 意外地将他错认成是当年的老战友 并且认为自己没有儿子 那一刻黄渤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 才发现有些晚了 因为再后来 父亲不再和他说话了 四十多岁的黄渤回想起小时候被父亲用皮带打 遗憾地说 他现在要能打你一顿 你得有多高兴啊 当舒奇问他 如果回到了爸爸还有记忆的时候 你最想对他说什么 黄渤叹了一口气 轻轻地回答 没有想说什么 我想能多陪他一会儿 年轻时 我们拼命想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见识所有的璀璨荣光 回过头才发现 那些平淡的日子 就是幸福的真谛 那些和家人相守的每一天 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那些你熟悉的声音 最为动人 台湾有一本书 计算了我们实际上能和父母相处的时间 书名就给出了答案 别以为还有20年 你跟父母相处的时间 其实只剩下55天 假如父母现在60岁 以平均寿命80年计算 余下寿命只有20年 如果一天可见面11小时 一共也不过1320小时 也就是55天 看完这个数字 你还会吝啬陪伴父母的时间吗 穆尔说 寻找想要的东西 我们走遍全世界 回到家 找到了 我们和父母之间 那些逃避和回归 那些心结与和解 那些得到与失去 答案都印在心底 生的对立面 不是死亡 而是遗忘 记忆如同一串项链 那些过往的瞬间 就是一颗颗珍珠 闪烁着微光 如果终有一天要告别 请记得它 二 父母在 你就还是孩子 河南民全县 一位妈妈参加完婚宴回家 从口袋里掏出喜糖给女儿吃 女儿正在院子里晒太阳 接过糖 忍不住笑开了花 这多像我们小时候的场景 父母有好吃的 总是舍不得自己吃 特意揣在兜里留给孩子 不寻常的是 这位得糖的女儿 已经84岁了 她的妈妈 则是107岁高龄 看到107岁的妈妈 烧糖给女儿吃 网友们都被这个简单的视频 暖到了 纷纷留言 希望自己84岁的时候 叫声妈也能够有人答应 很怀念童年和被人爱护的感觉 所以外婆不在 要对妈妈更好一点 母亲烧来一颗糖 是这世间最甜蜜的牵挂 无论多大年纪 只要有父母在 你就还可以是孩子 等你老了 头发花白 也还有父母的疼爱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正如作家老舍的那句话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 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去磁母便更像花插在瓶子里 虽然还有色有香 却失去了根 韩剧 请回答《1988》里 德山爸爸遇到下班的阿泽 两个人坐在巷子里喝酒聊天 刚从葬礼回来的德山爸爸问 阿泽 你什么时候最想念妈妈呢 阿泽回答 每天 这两个字一出口 阿泽泪流满面 幼年丧母的阿泽 每天每天都想念妈妈 妈妈离开后 她更像个大人 懂事的孩子只是不撒娇 无论什么时候 家人始终是我们最深的羁绊 家是我们最初的起点 也是我们温暖的归宿 小时候 我们带着一份期待奔向世界 长大了 我们知道 家是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 就像那句歌词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家就是这样的所在 三 温馨的亲情 离不开经营 在朗读者节目中 袁全回忆起他和父母的书信往来 他在11岁时离开家乡 只身附近血系 前两年练功的时候最为痛苦 七年间 两百多封亲笔血旧的家书 给予他非常多的温暖 以及坚强的理由 那时和亲人相隔摇摇 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只有父母的信 陪伴在他左右 袁全写信 向父母倾诉 下星期又要扳腿了 我真害怕 基本功还是那样 丝毫没有进步 老实说我还不够刻苦 我听了心里非常难受 因为我觉得已经使出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不管怎样 我还是要更加刻苦 告诉你们 我的腿离头只有竖着两根手指那么远了 我争取在10月20日贴上 父母回心鼓励他 做父母的理解你 心疼你 绝不会在你竭尽全力 仍暂时达不到目标的情况下 还要你去拼命 拳拳 切记住 在挫着面前不气馁 要保持良好的情绪 振作起来吧 每天晚饭之前 源泉都会特意跑到传达室 看有没有心 一收到家书 就像过年一样欢心雀跃 作为子女的他 在父母的一次次目送之间 完成了身份的转换 如今他也以为人父母 家人之间 对错输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珍惜相处的时光 在我家那闺女里 高亚林曾对焦军燕说过一句话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父母一旦离去 我们就只能和死神 赤手相搏 世界上有一种动物 早上用四条腿爬 中午用两条腿走路 晚上用三条腿 满山前行 你一定知道答案 这就是人 无论父母子女 这是我们一生的必经之路 这个晚上 必然会在某一天到来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和明天一起降临的 是否还有意外 这应验了白岩松的一句话 每一次离别 都是一场小型的死亡 这话或许有些残酷 却又无比真实 意外是生命的一部分 衰老是生命的一部分 告别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这些并不妨碍我们珍惜现在 愿你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 善待自己 善待家人 经营好家庭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sta shelt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